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分别是张国道 陈昌浩 徐帅这三人 并称红四方面军三巨头 而然 在这支雄壮队伍中还有一位女将 她就是张贤秋 而且她丈夫就是与张国道 徐帅并称三巨头之一的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最年轻又为的总政委 张秦秋 浙江同乡县人 家境还算一般 父母很注视子女的教育 因此 张秦秋应该受到比较好的新式教育 后又到杭州女子学院读书 1924年 崔秋白妻子杨之华介绍下加入青年团 年幼转入国党 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一生 一年后 在党的安排以下 她与张文天 王家祥 乌兰夫 吴修全等人到苏联留学 并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然而一年后 她生命中第一 恶女儿女出生了 因此 她办一年休学手续 1930年 由于战争造成中山大学停办 因此 张秦秋等人只有回国 回来的她与沈泽民一起派往厄与晚苏区工作 在苏区 她显示出文武全才 不管是教育宣传工作 还是部队工作 她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一夜时间 还教大家跳苏联海军舞 乌克兰舞 这都是她在苏联留学时学会的 然而 随着根据地日渐壮大 于是 蒋介石带二十万大军围剿 由与敌人男士汹汹 张国焘 陈昌浩 徐帅提出撤离根据地 这是担任七三师主任的张秦 身随大部队转移 请注意当时七三师师长是王树生 1932年 红四方面军来到川山并建立根据地 是张秦秋被认为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成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之一 请注意这时 陈庚 陈在道 许师有 王健鸿 红学志 这些人都是张秦秋的部下 而这些人 后来都是大将与上将 1936年 他与朱总 张国道 刘帅 关向宁 徐帅 陈昌浩 并称西北局委员 随后不久 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 此时他任组织部部长 在西征途中 红军遭到马家军的攻击 损失很大 这是张秦秋被敌俘虏 而大多数西路军战士阵亡 有幸的是他在战友的掩护下 马家军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西路军女战士 就把他押去做苦工 然而 张秦秋苦工日子没过多久 就被出卖了 说他才是红军高级舰领 敌军得之后高兴的活蹦乱跳 说终于捞得一条大雨 为了向蒋介石邀功 特意把长江秦秋押送南京 后被关押到南京返省院 但此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期 在周公的努力下 将张秦秋等人解救出狱 犹如酒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 被感到党的亲切 组织的温暖 之后 张秦秋分别担任过 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 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 首任女子大学教育长 等职位 张秦秋真正做到能武 能文 双拳的女将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